印度贸易救济总局,针对太阳能电池的保障措施调查,Safecard Investigation提出正式建议,包含中国、马来西亚,以及其他非发展中国家都涵盖其中,建议内容为第一年25%的防卫性关税,第二年的前六个月为20%,后六个月则是15%。 此项提案目前还需经过由能源部、商务部、工业部的跨部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理,针对是否实施或是调整关税税率,在送交印度财政部裁决才会成立。 因此尽管目前已经提出建议,但依据过去印度多次提出的贸易战提案,最终结不了了之的情况。 此次防卫性关税是否能实施仍是保持存疑,尤其印度长期目标是在2022年,达到了100TW的光伏安装量。 在既有的内需供应不足下,是否该实施关税,也是印度本土制造商、开发商争论的焦点。 印度是目前进次于中国,全球组建需求第二大的国家,尤其中国市场在531政策发布后大幅下修。 印度的需求已经占到全球需求13.6%,印度政策的变化,无疑牵动着全球光伏的神经。 今年印度的组建需求预估会在911GW之间,而过往中国制组建是印度市场最大的供货商。 2017年全年中国出口,印度组建超过9GW,在2018年截至目前为止,不仅先前已经受到贸易占益率影响,中国出口印度组建的数量大幅减少。 另外,目前印度的项目开发进度稍嫌缓慢,因此到今年5月,组建出口印度数量约只有3.1GW,与2017年同期相比,减少了约33%,这也是2018年光伏市场空虚表现失衡的一大因素之一。 印度目前本土的自由产能在电池片端约2.5GW,而今年由于项目发展上慢,加上海外进口组建价格之需降低。 多数当地电池厂并没有扩分产能计划,虽能加上龙基计划在印度新投入的1GW电池片与组建产能。 然而,本次建议中有,其他开发中国家进口组建,不得超过一度总进口量之3%,电池不得。 超过总进口量9%的规定,因此,越南、泰国和基金10GW的电池片产能也无法贡献太多,整体要满足每年超过10GW组建需求仍是远远不及。 另一方面,如后续按照此次建议,针对中国、马来西亚以及其他非开发中国家的电池片或组建加军防卫性关税,印度厂商也不见得具有价格优势。 除了印度组建生产成本并不特别低吧,在今年市场供需极度不平衡下,中国制组建在课上本次建议税率后,仍会比印度生产组建成本低。 因此防卫性关税的实施,对于印度市场可能只会带来变高电战建设成本,或是组建效率降低的负面因素。 TVs link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